探索科学新知 体验生活科学 今天的发现科学真题 要带您了解是视力检查 大家都曾经在自动验光仪的小视窗里头 看过一栋红色的房子或者是一个热气球 不过您知道为什么要选择房子或是热气球吗 另外又为什么这个画面总是会一下模糊一下清楚 其实在每一个细节当中都藏着科学原理 为的就是要验出并且得到更准确的度数检查结果 蓝天绿地和这栋熟悉的红房子 几乎大家都曾经在视力检查时 透过自动验光仪的小视窗看过 等你眼睛帮我放轻松 看前面有个红色的房子 过程中都可以正常塞也没有关系 自动验光仪利用的是红外线配合电脑计算 得到度数结果 那验光仪的测试的话 基本上它就是会打一个红光 用红外线光线到我们的从角膜 然后一直到水晶体 然后到玻璃体 然后到视网膜之后 那再由视网膜反射光线 然后到我们的自动验光机 那经由电脑的运算 来根据这个反射的光线的大小 还有扭曲程度来计算出 到底这个患者是近视远视还是闪光的度数 但在燕光仪里最常出现的除了红房子 另外也有些机器里则是这颗彩色热气球 究竟为什么燕光设备里头总是这两种图案 其中有什么科学原理 其实放上热气球跟这个 跟这个房子的部分 都会在我们检查的时候影像的最中央 那其实放在这个最中央 也是有助于让患者 他可以更明确的知道说 他到底要注视哪一个目标物 那这样也会提升我们患者的量测的准确率 不会让患者眼睛不知道要看哪一个地方 其实不管是房子或是热气球 都只是为了提供一个明确的目标物 让受测者能够更轻易的自然注视正确的方向 让眼睛不会随意乱动 方便燕光时对准瞳孔症中央 不过这个影像为什么总是 一下模糊一下清楚 英文叫fucking 那中文应该翻译叫云雾法 他就是说他会利用这个 我们看那个房子或热气球的时候 他故意先让你看一个模糊的影像 那你眼睛在看模糊的时候 你没办法对焦 你就觉得一片糊 这时候你的肌肉自然就会放松了 云雾法的目的 是要截出眼睛的调节机能 利用这样的模糊 宛如在云雾中的影像状态 借此让眼部的结状机放松 让检测结果能够更加准确 这个水晶体 它外面会有玄韧带连接它 那玄韧带再连接过来 这个就是结状机 就是我现在指的这个 有一些凸起 然后后面有肌肉这整个部分 这整个就是结状机 这个结状机如果很紧绷的时候 它就会这个收缩 然后让我们的水晶体变突变厚 当我们努力用岩石结状机紧绷 水晶体就会变突变厚 就可能让测得的度数变得更深 出现误差 但如果结状机放松 水晶体就能够恢复比较平 比较薄自然的状态 因此如果结状机放松 就能够让燕光仪测出 更加接近真实的近视度数 短短一两分钟的时间 透过大约三次模糊清楚的过程 取得平均度数得到度数结果 但其实专家们说 自动验光仪得到的结果 只能够当作初步参考 通常都会比起实际度数要来得高 像是如果验出了550度的结果 但实际可能只有500度 或甚至更低都有可能 一时说临床上有八成的患者 结果都有误差 电脑自动验光仪为了贪图快速方便 它那个模糊的云雾法 才一两秒而已 你感觉到那模糊就一瞬间而已 然后它就变清晰了 所以常常这个模糊 是不太够的 它常常还是会肌肉有一些调节 结状机还是会点紧绷 所以你常常还是会测得到 比较高的 超过一点点的这些 假性近视的度数在上面 自动验光仪所量出来的度数 对我们来说只是一个参考的依据 那所以我们还是会根据这个参考依据 去做最后人工验光的一个部分 来根据患者它主观的去判断说 这个影像它到底清晰度与否 舒适度与否 来做最后的一个处方的一个决定 这也就是为什么 往往在使用完自动验光以后 验光时都还要再透过 像是字母C或E字的缺口 甚至是各种数字颜色检测 进一步的进行自觉式人工验光 做最后确认的原因 想要得到最准确的度数 眼光的每一步都隐藏着层层科学原理 就是为了帮助患者 找回最清晰的视野 感谢观看